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跟百万奖金擦身而过了 彰化陆港镇的无姓男子到彩券行买彩券 以为自己没中奖就随手把彩券丢在柜台 老板顺手拿起来一对才发现他其实中了台彩 秋节加码的百万奖金 不过老板也非常有良心不占为己有 立刻的报警来寻找施主 而这位无姓男子一开始接到警方的电话 还以为说是不是诈骗电话 后来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中大奖 喜出望外 无姓男子到录港这家彩券行买彩券 然后拿出之前买的彩券要对奖 他以为没中所以就把彩券丢在柜台 店员把它捡回来顺手过了一下电脑 也没在意就丢进回收箱 事后想想过电脑时 好像有听到中奖的声音 赶紧请老板来回收箱检查一下 结果财神爷真的降临 去跟他对对看有没有中一百万 怎么那么刚好就错假 他中了六号是一百万 老板说无姓男子只对了 当期的开奖号码想说没中就把彩券放在柜台 但其实这张彩券中了台彩秋节加码的百万奖金 他赶紧回头要找无姓男子 我也拿掉一块石头 因为那个钱毕竟有时间性又不是我们的钱 因为客人已经丢弃 老板据为己有也不犯法 但老板说不是他的 他不敢贪 所以报警找人 原警笔对监视器找到无姓男子 一开始无姓男子还误以为是诈骗 当下他也很惊讶 没有中过这么金额这么庞大的 无姓男子抱了红包 要感谢彩券行老板 老板只收了一千块 请大家吃糖 无姓男子以为没中奖的彩券 居然中了一百万已经很曲折 被当成垃圾的百万彩券 还能误归远主 真的比中乐透还难 记者戴欧帽 张伙报道